诗诗记第十一章 在这章里面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 你会为了自己的成功而牺牲家人吗 在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下一个诗诗 耶佛他的故事 在第一节里面讲到说 激烈人耶佛他是个大能的勇士 是妓女的儿子 所以第一句话呢 就跟圣经的读者介绍了这位耶佛他诗诗 那我们看到对他的描述 有两个 一个说他是大能的勇士 另外说他是妓女的儿子 你认为哪一个是定义耶佛他的呢 我相信在神的眼中呢 神看他就是大能的勇士 虽然呢他的出生并不是非常的光彩 但是我们中国人也说 英雄不怕出生低 所以即便他的出生好像并不是非常的光彩 但是呢他一生却成就了神给他的呼召 就在圣经里面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 流传千古 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神对耶佛他的一个判定 那我们看到说他其实呢 不仅是出生有这些状况 那后来呢 也因为他出生的关系 所以他父亲的其他儿子 那就排斥他 甚至把他赶出去 他说你不可以来承受产业 因为你是俱你的儿子 所以对他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羞辱以及不公的 但是也无可奈何 那我们看到耶佛他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他有没有去反击他们 有没有去报复他们呢 没有 他反而呢就逃避他的弟兄 去住在驼驼地 那所以我们看到他即使在一种 好像是很委屈很羞辱的情况之下 还是不跟弟兄去相争 他宁可退让 那结果呢 但是呢 神却是为他翻身了 怎么说呢 这是后来亚门人来攻打以色列 那这个时候呢 激烈的长老就到 陀伯地去找耶佛他回来 那这个很有趣呢 他们居然会想要去找耶佛他 可见的耶佛他呢 他的英勇 已经是有相当的名声了 就邀请他说 你要做我们的元帅 跟亚夫人争战吧 那耶佛他呢 就回答激烈的长老说 你们以前都把我赶出我的富家 你现在遇到极难才来找我吗 那激烈的长老就说 我们现在到你这里来啊 是邀请你来做我们的领袖 来跟亚门人争战的 那耶佛他呢 就说 你是真的要让我做你们的领袖吗 激烈的长老说 是的 所以呢 他就答应 愿意来去跟亚门人争战 所以呢 耶佛他真的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那 那个时候呢 这个他就 首先呢 他不是很匆忙的就上战场了 他就拆派人 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亡 跟他说 其实呢 以色列人并没有占领你们的地呀 我们呢 其实本来是希望能够借过你们的土地 在这个摩西带领我们的时候 三百年前 我们就想说 请求你们 让我们能够 能够经过你们的地 但是你们不允许我们 那我们也没有去抢你们的地盘 我们就绕过了 你们的地盘 移动跟磨压地 然后呢 就 就就过来了 所以我们始终没有去 去侵犯到你们的土地 所以你们要来攻打我们 其实师出无名啊 这个是不合理的 然后呢 然后就讲到说 是我们的神 把这个地给我们 这是亚摩立人的地 那是神给我们的 那你们呢 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地 那为什么 你们还要来抢我们的地呢 难道你比这个 以前摩押王的巴勒还要强吗 那然后他又讲到说 这个我们在这个土地上 已经三百年了 你都没有来取回这个地方 现在才来说 要这个地是你们的地 我没有得罪你 你攻打我们 愿审判人的耶和华 今天在以色列人 跟亚门中间判断是非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耶佛他 这是非同小可 他讲的是有条有理 是逻辑非常的清晰啊 这个条列了这么多点 就是跟他们讲说 你们师出无名 你们应该 你们不应该打这个仗 所以他事实上呢 是非常有学问的 那讲完这个话之后 那这个亚门人王 他们的反应 居然还是不愿意听 耶佛他的劝 所以呢 这个时候必须要征战了 耶和华的灵就降在 耶佛他的身上 哇 那肯定是赢定了 但是呢 就在他上战场之前呢 这个耶佛他跟神许了个愿 这个愿呢 真的是把整个事情都搞砸了 他实在是非常的遗憾 他说了 许了什么愿呢 他说如果你像我能够得上的话 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无论什么人 先从我家里面来迎接我 就必归你 我也必将他献上为凡计 这是什么祷告 什么心 什么许愿啊 完全不认识神啊 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许愿 就是说你让我赢 然后呢 我愿意把我的家人 献上给你 那这个呢 其实对神 对敬拜是完全曲解了 他是以这个迦南地 他们那种 好像要献上自己的孩子啦 献上人啦 为继 用这种方式 来去做交换 但是我们要了解 我们敬拜神 我们服侍神 不是做一个交换 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是交易式的关系 我跟你要什么东西 那为了要成就我的心意 我愿意 就是拿什么跟你交换 这个是一种错误的敬拜 那我们跟神的关系 绝对不是交易式的敬拜 我们是因着神的爱 因着他配得 我们就将自己献上给他 其实呢 在我们献上给他之前 他已经有完全的爱 要赏赐给我们了 这是白白的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要献上自己 他才给我们他的爱的 所以是因为在爱里面 我们甘心乐意 来将自己献上的 所以这个不是一种交易式的敬拜关系 那我们看到耶和他很可惜 因为他不认识真理 不能够以真理来敬拜 不能够用灵来敬拜 以至于他用错误的方式来敬拜 那就牺牲了自己的家人 牺牲的是谁呢 居然就是他独生的女儿啊 他的女儿在用跳舞出来迎接他回来 结果呢 这个看到他最爱的女儿 他就说就撕裂衣服了 但是呢 他这个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地方学习到 除了说我们的敬拜 要按照真理来敬拜 是出于爱之外 那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说 我们在服侍神 也不要牺牲了自己的家人 其实神爱你 也爱你的家人 他要你一家都来得救 都一同的来侍奉神 所以呢 我们侍奉神跟我们 爱我们的家人 服侍我们的家人 其实是不矛盾的 而是要相辅相成的 所以让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真的不要忽略了 我们对家人基本的责任 那我们最好的信仰的见证 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家人当中 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配偶 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门徒 或者是最重要的属灵伙伴 所以呢 我们千万不要轻忽了 我们的这个家人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啊 求你赦免我们 有时候呢 就是为了服侍 有时候为了盲教会 以至于呢 没有顾到家人的需要 主耶稣恳求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首先的服侍 是我们的家人 也带着我们家人 一同的来服侍主 不要牺牲了我们的家人 主耶稣啊 也可求你赦免我们 有时候呢 我们的祷告敬拜 是交易式的 而不是因为你爱的吸引 而不是因为在你的爱里面 我们降服于你的 主耶稣让我们敬拜你 侍奉你 单单是因为你的爱 单单因为爱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